咒术回战有许多强大的术士 术士开发的极致就是领域展开 在领域展开时需要结印 无论是领域名称还是首印 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 领域背后隐藏了什么秘密 到底谁才是咒术中最强领域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宇 咒术回战16种领域考察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本频道 那就拜托订阅啦 还有我的IG已经启用 欢迎追踪 领域展开时利用咒力 构筑起朱术士的生德领域 是将内心世界化为现实的能力 透过领域可以看出人的性格与内心 现代最强咒术师五条物 领域展开无量空处 其掌印是源于帝氏天印 讲到帝氏天可能有伙伴会感到陌生 但它的另一个名字 英陀螺想必大家都相当熟悉 原本帝氏天是印度神话中的最强雷神 后来被佛教吸收成为护法神十二天之一 甚至被称为诸天之主地位非常高 支配着著名的四大天王 并且嫦娥含经记载 帝氏天曾要求燕摩天等一起对抗阿修罗 似乎是在暗示帝氏天的地位要稍微高于燕摩天 其次领域名称无量空处也是源于佛教术语 无量空处指的是三界顶点无色界 是超越一切物质的精神世界 在此界无所作为也无法解脱 是非常符合无量空处的设定 无量空处会让知觉传递行动无限循环 过载的信息量会让大脑当机 陷入明明都能看见也能听见 但就是什么也做不了的状态 就算是诅咒之王速挪也无法长时间承受 几乎是咒术中威力最强的领域 诅咒之王速挪领域展开 伏魔御厨子 与其他封闭结界的领域不同 御厨子通过将领域开放 强加给对方可以逃跑的束缚 从而提升了领域的威力 其束缚弊重范围最大半径为200米 因此在对拼领域时 御厨子拥有绝对的优势 很轻易的就能从外部将对方领域打破 是非常实用的最强领域 在领域内有一张超大的巨口 还有无数牛骨与鲜红血池 意味着速挪贪吃与尸杀的个性 而伏魔御厨子的掌印是阎谋天印 虽然阎谋天与第十天一样 同为十二天之一 但阎谋天主掌冥界 私职命运与死亡 其实就是我们熟知的阎罗王 据说生前喜欢说谎的人 死后会被阎王爷拔掉舌头 其狠辣果决的审判令人闻风丧胆 非常符合两面素挪的性格 其次伏魔御厨子名称 也与佛教有着深厚的渊源 在小说《水浮传》中 符魔殿是藏匿恶魔的地方 而御厨子却又是收纳重要佛具的佛刊 恶魔与神佛让人非常矛盾 不过御厨子还有另一个含义 魔戒厨房 无论斩棘还是火岩素饰 都是烹饪料理的重要步骤 同时也是地狱的刑罚之一 很可能素挪还藏有下游锅之类的素饰吧 陆湖的领域盖棺铁围山 如同被熔岩包围的火山口 如果是普通咒素饰进入 一瞬间就会回飞烟灭 避重素饰是巨大的火山岩撞击 也是非常强大的领域 盖棺铁围山的掌印是大黑天印 象征佛教天部大神大黑天 在日本大黑天是七伏神之一 与中国八仙非常相似 虽然大黑天总是一副愤怒的表情 并且拥有六只手臂 看起来非常可怕 却是掌管五谷丰登的财富之神 不过在古印度神话中 大黑天的前身也是非常凶暴的破坏神 盖棺铁围山同样是源自佛教 佛教的世界观是以须弥山为中心 周围一共有着八山八海围绕 世界总称为九山八海 在九山八海之外就是铁围山 而漏湖是由人类对大地的恐惧中诞生 盖棺意味着死亡 铁围山则是包含了世界 是非常契合漏湖的领域 真人的领域自闭圆动狗 由无数手臂生长而形成 可以随意触碰并改变对方的灵魂 一旦被关进领域 只要真人乐意 你将不再是你 自闭圆动狗的掌印有两个 分别是孔雀明王印和弥勒菩萨印 孔雀会吃下毒虫与毒蛇 为人消灾除恶 而弥勒菩萨印是指追求觉悟 而修行的菩萨 拥有慈心不求回报与宽容的德性 虽然只是八大菩萨之一 但在将来开悟后会成为佛祖 不过据说开悟的时间需要五十六亿年 届时世界上所有众生都将得到救赎 虽然是非常遥远的未来 但弥勒菩萨拥有非常强大的潜力 这一点倒是与真人超级像 由人对人的恐惧中诞生的真人 也一直在学习与成长 如果真人能在纷繁的世界中顿悟 也许就能像弥勒菩萨一样成佛 其次自闭圆动狗的名称是指 讨厌与他人接触 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 而圆动狗是包裹对方 让其顿悟成佛的过程 意味着真人拥有改变他人灵魂的能力 本来应该善加引导帮助他人顿悟 然而非常可惜的是 真人并没有将其用于正途 花狱的领域躲遗光海 非常可惜 在漫画中没有机会展现 不过从咒术游戏中可以看出 是利用植物生命力发出的光波冲击 威力也不容小觑 陀根领域展开 荡蕴平线 在美丽的沙滩却危机四伏 无边大海涌出成群的死泪泪泳军 这些拥有锋利牙齿的海洋生物 在被咬中前都是不可见的 荡蕴平线的骤印为宝带 由气球财运上升之意 在荡蕴平线内 世神源源不断涌出 如同宝带内藏有无尽的财富 辅慧慧灵域展开 嵌和暗逸亭 将阴影液化为黑色液体 空中漂浮着巨大的锥骨 黑色液体可以化为十种式神 每种式神都有不同的能力 甚至还可以创造辅慧慧的影分身 此外慧还能在阴影中储存各类咒具 不过重力需要本人负担 目前嵌和暗逸亭还只是半成品 并没有注入避重术士 嵌和暗逸亭的掌印为药师如来印 药师佛以施药度尽苦难众生 据说在开悟前曾许下十二大院 皆为消除众生疾病严惩寿命 被人们视为能治万病的如来 门下还有十二药叉神将 保护着药师佛不是恶魔伤害 而抚慧慧的最强式神摩虚罗 原形就是十二药叉神将 顺带一提召唤摩虚罗的 不留步游凉游凉 是日本著名的不留之言 据说念出不留之言 催动神宝就可以令死者复活 有可能是咒术师复活的伏笔 炮床神的领域木 会将人关进棺材 在用木时对其埋葬 最后开始倒计时 三二一 如果在三秒内无法逃脱的话 便会立刻患病而亡 不过该术士一次只能对一个目标发动 且会优先攻击这里更强的目标 木的首印似乎是来自道家的九字真言 凌兵斗者皆正列在前的隐形印 隐形印素控制 能够自由自在地使用超能力 这得与领域的能力非常契合 日车领域展开 诸服刺死 是构筑其法庭进行刑事审判 在领域内禁止一切暴力 审判者掌握了被告曾经犯下的所有罪行 但并不会共享信息给日车 会随即针对一种罪行提起诉讼 如果被告坚决不认罪 可以请求重审两次 并根据判决结果采取相应的惩罚 例如未成年人进入薄清歌殿时 被判决没收咒例 或者针对杀人罪行判处死刑等 顺带一提诸服赐死 是现代觉醒术士的领域 因此也没有掌印 是与日车律师职业相当契合的领域 乌鲁亨子的领域虽然漫画没有展现 但掌印是君徒立冥王印 也是佛教五大冥王之一 是南方宝生佛的愤怒化身 原本乌鲁亨子是藤原日月新进队的成员 该组织克己奉公 活在暗处 专为藤原市处理见不得光的事 杀手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 然而一直兢兢业业的乌鲁亨子 却被藤原市的某人 当作杀害同族的替罪羊处死 遭到背叛的乌鲁亨子 对藤原市怀有强烈的愤怒 与宝生佛的愤怒化身非常契合 石榴龙的领域漫画也没有展现 但掌印是孔雀冥王印 虽然与真人一样 但石榴龙与孔雀冥王更为契合 孔雀会吃掉毒蛇与毒虫 被人们视为消除灾厄的冥王 而石榴龙为了饱腹而参加死灭回游 一身黑色夹克与华丽的外表 都与孔雀非常相似 趁今次领域展开作杀博图 简单的讲就是模仿薄青哥的游戏领域 只要抽中三个相同的图案就能中大奖 奖励是在4分11秒内 趁拥有不死之身 甚至连术式熔断也会恢复 虽然中大奖的概率极低 仅有239分之一 不过幸运值可以累积 一般在30回合内就会中头奖 作杀博图是变才天应 变才天又明妙阴天 是佛教24诸天之一 经常抱着琵琶出现 是象征变才音乐与财富的女神 直在领域展开石包月宫殿 非常像女性的子宫 会强制对方做出相同的动作 否则就会被僵直一秒 如果强行移动身体就会被撕裂 并且在领域内 术式对象可以精确到细胞 想完美模仿直在的动作几乎不可能 十包月宫殿的掌印是寄云天印 据说寄云天是一位美丽的天女 擅长舞蹈与乐器 会给人们带来幸福与好运 而月宫殿指的可能就是广寒宫 里面居住着嫦娥仙子 原本直在是看不起女性的大男子主义 而领域特征却又是女性 也许是与女性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 让直在心里产生了阴影 卷所的领域胎藏遍野 有无数绝望的人脸生长的一棵树 上面似乎还有孕妇 一看就令人毛骨悚然 虽然具体效果还不清楚 但避重术式是相知的反重力系统 还是与御厨子相似的开放式领域 胎藏遍野掌印是佛教十二合掌之一 反差合掌 通过反差合掌 人们可以在身体、心灵、语言上 与佛融为一体 从而达到觉悟的境界 胎藏界是佛教密宗的流派 胎指的是所有人都是从胎而慢慢成长 一切显现都由新出 藏是指数最终的模样 都是由其种子决定 胎藏代表着佛性 而隽所虽然非常邪恶 但一直在追寻某种答案 同样也是一种修行 万德领域三重疾苦 是通过构筑术式创造的真求 因为不存在接地面积 从而产生无限压力 一旦接触就会被无限压力消灭 三重疾苦的掌印是地藏菩萨印 而地藏菩萨与阎罗王关系紧密 非常契合万语速挪 一股犹太领域展开真焰相爱 可以将曾经复制的术式 选择一种注入领域赋予必重效果 此外领域内还有无数刀剑都被随机赋予了术式 不过在拿起之前都不清楚术式的种类 使用一次后便会消失 需要超强的随机应变能力 真焰相爱的掌印是图芝尼天印 图芝尼是一种夜叉女鬼 拥有提前六个月遇知死期的能力 据说曾是阎摩天的眷属非常可怕 但在江湖时代改邪归正 被视为道河神 法相是骑着白狐狸的天女 为人们带来繁荣与财富 与优太的侍神李湘非常契合 好了 那么你觉得哪个领域最炫酷呢 可以在评论区里谈谈你的看法 如果喜欢这里影片 可以帮我按赞和订阅 你的支持对我来说真的超级重要 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的通知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